日本核災地區食品有近300項改標後進口台灣 可能還有輻射污染 引起消費者恐慌 而相關產品在香港超市也有販售 不過民眾似乎不太擔心 香港應該會入賭的嘛 入賭先的嘛 不會亂來的嘛 那應該是吃到的囉 那其實我都是常常買日本東西吃的 所以沒什麼問題的 在這裡你不擔心 我不擔心的 沒什麼問題 3月24號為止 香港食安中心 已經測試日本進口食品 總數達24萬多個 其中檢測出3個樣本不合格 60個樣本被驗出含有微量的輻射 由於符合當地標準沒有被下架 只是輻射產品總是讓人害怕 在黎巴嫩機場最近則扣押一批大陸製造的衛生棉 疑似含有高輻射量 這批中國內地製造的30箱衛生巾 在途經迪拜到達黎巴嫩 在機場掃描時被發現的 據測算 這批重達554公斤的衛生巾 輻射量超過35倍 這款號稱棉片中有負離子芯片 使用時會有高濃度負離子 可以調節機能 增強免疫力 並達到消毒抗菌 除異味功效 而生產衛生棉的是大陸的月朗公司 在台北也有分公司 只是目前總部否認出貨到黎巴嫩 扣押產品送往當地原子委員會進行檢驗 大陸產品安全又被再打上一個問號 記者綜合報導